很久都未試過玩新槍 玩得那麼興奮,玩到半夜都不捨得走 我們終於改好心目中第一個版本的DM870 慢慢從頭到尾講 很多朋友都問究竟有沒有延伸 是有延伸可以加的 而選擇都非常多 好,像這個 就是一個美國Wilson Combat 的延伸 現在是入到六粒的 這個Shufar Handguard 都是以前存放的,都是自己的收藏品 都是可以裝進去DM870 這條外套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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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條外套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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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都做了功夫的,你看到這隻Tricker 現在放了另外兩支原裝的樣子,這支有牌是Demo的,曾經去過台灣的 這支是全身在盒裡拆出來,所以防潮磚還未撕 就看到他們出廠的時候,也有經過核實視窗出廠 所以你們不要驚訝,有時的新窗都是有這些位置 必然的,就算沒有,你自己拌了幾下都會出現這些花痕 因此我們會做這個熱處,防止有這些刮痕 而這片片中,你也看到Follower,原裝的Follower是膠的,右邊紅色這個 而我們就安裝了另一個Custom牌子 這顆有興趣就可以過來買 一直講到尾病 這個款式是原本DM870的,其實我也蠻喜愛的 因為有些比賽感覺,極似比賽速攻擊 而這個呢,之前也介紹過了,可以放兩飛後備的在一邊 另外一邊也放兩飛,總共放到六飛 打比賽沒什麼用的,因為你不會覺得它快 但如果打CQB,或者後備用呢,都可以的 比賽我不鼓勵用的,不過,在硬尾病來說呢,這個是有些設計的 除了Mac Pro之外,因為打3Gun呢,我也是鼓勵用傳統硬病的角度 這堆改善呢,全部都經我們CRW長槍槍像施浪搞的 那現在呢,它就可以示範一下 那這個Straferi Land 我們都極度推薦下去3Gun用的 那就可以示範一下,施浪 好,剛剛示範完Lo2,現在試試SquadLo,Lo4顆了 我來看了,先來看吧 谢谢观看